N6是一组类似的推理 这个符号跟以前还是一样 要是左边可以贴出右边 右边可以贴出左边 跟明天算一样 我就不多说 这个四个实际上是六个式的 说任意Xα远含β 远含β可以贴出什么式子呢 就看你这个X 在不在α和β中有自由出现 如果X不在α中自由出现呢 你可以把任意X放到后面来 放到后面来 任意Xα可以贴出来 α语含任意Xβ 翻过来也对 α语含任意Xβ 可以把这个β任意Xβ 把任意X放到整个式前面 这点很重要 将来我们要讲一个范式 讲一个范式 利用这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量词符号 提到公式的最前面 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远含式 这个远含式里面呢 后件里面有一个任意 任意 你可以把这任意符号提到最外面 但有个条件 X不在α中自由出现 你说如果X不在α中自由出现 可以这样的 如果X在α中自由出现怎么办呢 那我去看X是不是在β中自由出现 如果X不在β中自由出现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个存在Xα提到前面 或者说把任意Xα放到这个前面 但这个时候放的时候 如果不在后件里面出现 你要放到前件里面 你把量词换一个名 原来是任意 被那个存在 这样的话 如果X不在α中自由出现 我们有个办法 不在β中自由出现 我们有个办法 这是对任意来说的 现在问存在有没有类似的性质 如果这地方是存在X 会是什么情况 如果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如果X在α中自由出现 α和β中都有自由出现 如果X在α中都有自由出现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只能有一个 有一个 把任意Xα 远含β可以提出来存在Xα 远含存在Xβ 但反过来是不对的 反过来是不对的 也可以保证什么呢 任意Xα 远含任意Xβ 反过来是不对的 这个直观上也是对的 前面两个直观上 还不太好理解 但下面这两个直观呢 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 左边到右边呢 你任意X 无论X取什么值 只要αX是对的话 那βX是对的 对吧 你α3对 无论保证β3对 你α5对 我保证β5也是对的 对吧 无论你X取什么值 只要α和β里面的X 取之一样的话 你αX对的话 我能保证βX对 这个形状好理解 那这样的话 结论是说什么呢 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说有一个 存在Xα成立 比如说 存在Xα成立 存在Xα成立 使它α成立的X 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7 那就α7成立 它α7成立的话 β7就成立 β7成立的话 找到存在XX 存在XβX成立 所以呢 左边到右边就是对的 右边到左边呢 右边到左边呢 显然不能保证 是吧 存在X 存在X 有一个X 比如α7 存在X 能保证一个 存在Xα 能保证存在Xβ 保证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 我的情况是一个α α5 远含一个β5 这个情况成立 存在X保证它成立 那这时候能不能保证 任X 和αX远含 βX呢 你只是用某一个X 某一个X 它能保证这个隐含 你是不是对任意X 能保证隐含呢 这显然不一定 显然不一定 所以右边到左边呢 一般来说不成立 但是这个不成立呢 真假 我们又没有严格定义 只是一个直观 后面我们还要严格真 说明这个 第四个 左边到右边也是显然的 左边到右边是显然的 你任意X αX能保证βX成立 就αX对比较好βX成立 那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假如 后面这个式子里面 我现在任意X α已经成立 无论X去什么值 αX都已经成立 那这个时候呢 无论X去什么值 βX也应该成立 反过来的理解有点麻烦 反过来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任意X α已经成立 只要你任意X α成立 我能保证 任意XβX成立 为什么特别是这个式子呢 为什么特别是这个式子呢 你说任意X 你如果任意Xα 已经保证任意Xβ成立 你为什么任意X 不能保证 αX远含βX呢 也是一个实例 这是一个 这关子可以这么来解释 右边这个任意X 远含 α远含任意Xβ 这个式子任意X α远含任意Xβ 这个式子含义什么呢 含义说 第所有的X α都已经成立的情况下 第所有的X αX成立的情况下面 我能知道 第所有的X βX也成立 但可能有某些情况 什么东西呢 我并不是对所有的X αX的成立 并不是对所有的X αX成立 对某些X αX成立 但某些是不成立的 那这种情况下面 这个是不是成立呢 这是不是成立呢 当然也成立 是吧 当然也成立 这个地方只是说 如果你能保证 任何的X αX都成立的时候 我能保证 任何的X βX成立 但不能排除什么呢 某些X成立 某些αX成立 某些αX不成立 某些αX不成立 你说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能不能保证这个情况呢 能不能保证 任意X α与含 β呢 写的好看一点 还能保证这个 αX 与含βX 那么保证这个呢 你说那这个时候 我不一样吗 我的任何的X 我就看你这 我去看Z的地方 哪些αX成立 哪些αX不成立 你αX成立的地方呢 你βX成立的 成立的 你αX不成立的地方呢 那我整个这事也成立的 对吧 这个事也成立 这个事成立的话 这个事也就成立 这个事成立 那你说这个事 不还是 还是对的吗 这个说法对还是对 但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说 这个是成立 一定要保证 这个是所有的X αX都成立的成立下面 这个才成立 那就是考察步骤是什么呢 考察步骤是 你先看所有的X α是不是成立 对每个X一刀 比如说 X取值有三个 比如说取有三个 取一个1 取一个2 假如X取值就是三个 对X取1 取2 取3 你都要看这个α1 α2 α3 这三个都是真的时候 然后你保证什么呢 保证是一个 β1 β2 β3成立 β1 β2 β3 成立 保证就成立 所以这个 如果这三个都成立的时候呢 我来保证这三个成立 保证就成立 所以考察步骤是 先考这三个 然后再下这个结论 但这个东西呢 这个什么是成立呢 第X取1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什么 α1成立的时候 β1是不是成立 对吧 α2是不是成立的时候 β2是不是成立 那α3成立的时候 β3是不是成立 所以考察是考察一个 这么一个顺序 第1 α1成立的时候 然后呢 保证那个β1 是不是成立 α2成立的时候 β2 是不是成立 α3成立的时候 β3是不是成立 他保证这东西 这个成立要对 这三个是都对的时候 才对 这三个是对的时候 这个呢 是整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对 这个对 这个也对 这个是对的 这才对 就是 这是 这是这个式 这是这个式 这个式的什么呢 是这三个都对的时候 这三个才对 好 现在问题是 如果这三个都对 保证这三个都对 能不能保证 这三个都对呢 能不能保证都对呢 不能保证 是吧 我假设情况 什么东西呢 我假设这个α和β这样的关系 是这样的关系 我α1成立保证什么呢 保证β3成立 总可以吧 我α2成立 保证β2成立 我α3成立保证呢 β1成立 我这三个是对的 只要你β1成立 α1成立的话 我保证一定保证β3成立 只要你α2成立的话 一定保证β2成立 你α3成立的话 保证β1成立 好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这是对不对 对的吧 如果你任意x αx都成立 那就是你α1成立的时候 β1成立的时候 β3也都成立 α1α3都成立的时候 如果按照我们这段式的 α1成立 β3就成立 β2也成立 β1也成立 那这样的话 无论x取什么值 β1β2β3也成立 那这样的话 这个是成立的 但这个是成立不成立的 不知道是吧 α1只能云含一个 β3 α1只能保证β3成立 α1能保证β1成立呢 不知道 所以 第四个式的反过来 这关系上是不对的 可以这么反例 但严格的证明 后面还提到 怎么取这个α 怎么取这个β 怎么证明 α1xα 远含1xβ是真的 然后证明 1xα 远含β是不是真的 后面还提到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四个式的含义 下面来证明 第一个式的左边到右边 第一个式的左边到右边 我们要证明这个式的 证明这个式的 后面是个远含式 这是个远含式 按照老的办法 这要证明什么 这要证明这个式的 证明这个式 证明这个式 这个里面有一个任意x 任意xβ 任意xβ怎么证呢 没有任意就好了 是吧 如果没有这个任意x就好了 没有任意x的话 因为这个式的 能提供了一个α选项β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特例情况 任意x α能保证α 任意xα能保证α 能保证这个式的 那这样的话 任意x 任意xα 永恒β 能保证α永恒β 因为α永恒β 真的有个α 到于β 所以这两个式的 直观上想 能够推出β 有β的话 我们想得到任意xβ 自然用的是什么 任意x 是吧 但任意x呢 你不要随便用 它是有条件的 是吧 条件什么呢 x不在前提里面 自有出现 是吧 我们看这个 任意x 如果x不在γ的任何空中 自有出现 x不在γ的任何空中 自有出现 你提出α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α里面 加一个任意x 所以在我们的状况 你要验证什么呢 如果你已经证明了这个式 如果已经证明了这个式 你要证明什么呢 你要验证这个x不能在这里面 自有出现 x也不能在α中 自有出现 比如这个式 任意加就能用了 任意加的条件 那个条件就成立 所以任意加就能用 α自然不会在这里面 自有出现 对吧 这是任意xα与含β 所有的x都被什么 都被任意x约束了 对吧 这个x被任意x约束 α与含β里面的所有x 每个x都被在它的下语里面 所以被它约束 所以x不会在这里面 自有出现 x呢 也不在这里面 自有出现 因为我们条件 x不在α中 自有出现 所以这地方呢 x不在这里面 自有出现 不在这里面 自有出现 所以呢 有这个前提 我们可以用它 就证明它 证明它是自然的 证明它是自然的 我们先写这个式的 包含 包含呢 由任意减 想把这个β导出来 当然想要先导出 α与含β 这个式到这个式 是任意减 任意减是有条件的 这地方为什么 没写条件呢 这是任意减的 那个替化情况 或者叫特殊情况 任意减的 那个特殊情况 α γ提出任意的 是α 任意的是α γ提出α 这是 正常的情况 应该是 α提出那个αXT 那个T呢 取X自身 取得自身 这个式的 所以T化情况 所以这个式 这个式 是任意减 是吧 这整个看的是一个公式 是它 然后呢 包含是这个式 这两个云含减 就是β 有β有它 所以呢 这个证明跟 命运算的思想 很类似 只不过注意 任意加任意减的时候 成定加成定减的时候 要认证这个条件就行了 反过来的情况 反过来的情况 要证明什么呢 要证明任意是α 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式 提出任意是α 想法自然 想证明这个式 α远含贝塔 远含贝塔 要证明这个式的话 就证明这个式 证明这个式 你要在这个式的话 由这个式导致这个式 也要验证条件 今天X是不是 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X不在α中自由出现 X也不会在这里面 自由出现 对吧 这个里面的所有的X 都被任意学书了 所以X不会在这里面 自由出现 条件呢 提码里面告诉我 X不在α中自由出现 所以X不在这里面 也不在这里面 自由出现 X更不会在这个 远含号里面出现 远含号是一个 最基本的方法 不可能再分开了 远含号里面 不会再出现一个α 不然出现了一个X出来 对吧 所以X不会在 整个这个式里面 自由出现 这样的话 这个条件满足 所以就要证明这个式 证明这个式 就要证明这个式 证明这个式 这个式里面就好办了 因为有α 有α有含号任意识β 就得到一个任意识β 有任意识β 就有β 所以呢 任意识β比β要强 那个β比乘责xβ要强 所以一般有这个关系 有这个任意识α 你可以得到一个α 有α可以得到一个乘责xα 这三个是这么关系 但反过来是不对的 证明讯论也很好办 有这个式 先写这个包含 然后呢 有这个也是包含 这两个云含检 就有它 由云含检得到这个 任意检得到这个β 有这β 就到这个式 可以加 所以这个证明也很顺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证明到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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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证明这个式 要证明这个式 这证明 右边是一个 是一个云含式 所以证明这个式 要证明这个式 证明这个式 里面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 乘在xα 你怎样会想什么呢 会想证明这个式 会想这个式 有了这个式以后 用这个乘在减 乘在减那个规则 如果γαθθθ 那γ乘在xα就特殊贝拉 所以呢 这种可以加一个乘在x 但条件是 x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也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不在贝拉中自由出现 所以呢 我们要证明这个的话 要证明这个的话 这要证明什么呢 x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x也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由这个式 就导出这个式 这个乘在减 x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是简单的 那x不在贝拉中自由出现 情报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呢 现在简单的条件已经成立 所以呢 由这个式 就导出这个式 这个式 要证明这个式的话 又好办了 由这个式导出一个α 也含β 由这个地方有个α 所以就导出β 所以很显然 先写这个 包含 然后任意简 把任意x去掉 然后包含一个α 然后到这个β 很快就出来了 好 同学说 刚才你证明某一个 比如说证明这个 证明这个 任意xβ的时候 证明什么时候 证明这个式吧 证明这个式的呢 你想用这个 证明这个东西 你要证明这个 要证明β 是吧 要证明β 你用这个任意xβ 你导出它 那这个里面行不行呢 这地方你想要证明这个 证明这个式 这个式 你要证明这个β 想要证明这个 它和它存在个β 你能不能证明这个式的呢 证明这个式的呢 证明这个式的呢 呃 任意xα 远含β 然后存在xα 能推出什么呢 我想要证明β 如果能证明任意xβ 那这个式就能推出一个 这个β 是吧 你还用这条路选择 当然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选择的是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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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可以形得通 当然这个题目是已经证明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做 可以做得下去 但你在让你们做题的时候 还可以这么一个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呢 也很自然 为什么不选择这个 而选择书上这个呢 这时候你叫有直观 你到底是做书上的选择 还是证明这个式的呢 这个式能不能证明出来 能不能证明出来 能不能证明呢 如果证明这个的话 你也很麻烦 对吧 也很麻烦 怎么这呢 那个分析这东西 有个α 也含 有个β 这个是有的 但这个地方呢 是从这三个关系里面 这他三个关系里面 这是最弱的一个 这是一个 存在一个是α 这两个 能不能提出任意x beta呢 提出任意x beta呢 这时候你就 直观的就帮助你 这一般来说是什么 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个式和这个式 搞不了这个式 搞不了这个式 如果想走这条路的话 你可能很背劲 可能很背劲 所以这个呢 在证明题的时候 也一样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讲规则的时候 讲那个背后的含义 讲那个直观 就是说帮助你们 在做题的时候 做什么样的选择 什么选择 你的路来显得通 你的路来显不通 如果你没有这个直观的话 你就死证这个 你就死证这个 别人已经做了十个题 你一个题还没做出来呢 这条路走不通 你走不下去 所以这个一定 直观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这个第二题的 右边到左边 左边到右边是吧 这两个一样 右边到左边 我们希望从这个东西 来证明任意 Xα有限贝塔 要证明这个事 证明这个事 证明这个事的话 刚才一样 我现在没有办法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 关于任意加的那个 除了任意加之外 没有办法 把任意加到这上面来 所以还是用这个事 还用任意加 就验证呢 X不能在这里面 自由主线 这也好验证 X已经不在这里面 自由主线 X也不在 不太中自由主线 X不在 不太中自由主线 所以X不会在 整个这个事 里面自由主线 所以 就要证明这个事 这个事的话 只要证明这个事 这是老办法 老办法 老办法 这个事成立不成立呢 你要分析 这地方呢 有一个存在Xα 有限贝塔 这地方有个α 这个α和存在Xα 比较强 是吧 所以这个α 能贴出来存在Xα 存在Xα 贴出存在Xα 以后呢 这地方有存在Xα 有限贝塔 就导出贝塔 所以这个事应该对的 所以写法呢 是先把α 导出存在Xα 然后呢 再跟这个结合 导出贝塔 所以这是那个思路 先写这个事 包含 然后呢 根据存在加 存在加 由这个α 导出这个事 存在加也是有条件的 这地方没见到条件 为什么呢 还是哪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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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γt对一个α γt对一个α γt对一个存在Xα 不需要任何条件 一般的情形是什么东西呢 还记得吗 一般情形是γt对αXT 那γt对存在Xα 那t对X在α中自由 一般是这个 一般是这个事 这地方呢 如果γt对α 替化为t去X的时候 就是这个事 所以α比存在Xα强 有的是直接倒塌 强的理由就这地方 然后这是包含 这两个分离云含碱 云含碱就是β 有了β以后呢 打出这个事 然后就它认为加 这时候一定要验证 α是不是在这里面自由逐渐 所以你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呢 方式要用到条件的 最好在这地方写一部 写这个理由 不用条件的话 你可以不写 比如像这个存在加 这个你可以不写 它不需要认证任何条件 这样的话第二个写完 第三个 第三个要认证这个式的 当然自然要认证这个 自然要认证这个 这时候呢 这地方有个存在X 这地方有个存在X 这地方存在X的话 你有两个选择 要证明这个 要证明这样的一个 任意X 有两个选择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存在减 你来证明什么呢 证明存在 任意Xα 有含B 然后是 α 有一个存在 XB 这是一个选择 因为X不会在这里面自由逐渐 X也不会在这里面自由逐渐 存在减条件成立 所以有这个式可以导入这个式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地方存在Xβ β比存在Xβ要强 刚才我们说了 所以你也可以证明什么呢 任意Xα 有含B 然后存在X α 听出来一个 B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式的话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式的话 这也对 到底走哪一个呢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 这个也对 从我们这个证明来看 从我们这个证明来看 证明这个式 我们走的是第一条路 走的第一条路 这条路能不能走呢 你要看 这个式对不对 如果这个式对的话 这条路能走得通 这个式对不对呢 直观上看 说任何的X 无论X取什么值 αX远含BetaX 远含BetaX 这地方是有一个X 是一个αX成立 比如说这个BetaX呢 是一个 我假设这个是一个 我写的再直观一点 这个是写成一个任意X αX远含一个BetaX 后面就是一个乘在X 乘在X αX 然后提出这个是BetaX 假如Beta我现在取的是一个 假如BetaX 我X取的是7 BetaX 我假如X取值7 因为这两个的成立不成立 与X的取值没有关系 他们X的约数别人 取值没有关系 我假如X的取值那是7 所以要证明这个式的话 就变成这个式 你想看这个是 能不能保证成立呢 这虽然是说 无论X取1取2取3 α1能保证那个BetaX成立 α7能保证BetaX成立 那这是能不能保证 α7成立呢 如果这个α7成立 那BetaX是成立 根据这个是成立 但这是一个存在X αX成立 存在Xα成立以后 那个S到底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是吧 可能是α1成立 也可能是α2成立 α1成立能保证成X是α成立 你α2成立也保证成它成立 所以这地方呢 是有某一个α 某个α成立 α3成立或者α1成立 可能是有一个成立 但你不知道是几 可能是1可能是2 你想看 如果是1成立的话 任意X αX 远含一个βX 能不能保证Beta7成立呢 一般来说这不对 对吧 一般来说不对 好 这样的话 如果想走这条路的话 走不通 这个不是一个可真实 不是一个可真实 就是说这两个都对的时候 贝尖保证它是对的 贝尖保证它是对的 这地方是一个例子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分析能力 不然的话你走弯路 不然的话 你想走这个 证明这个的话 你很像现在这么出来 走这就可以 要证明这个 就要证明这个 要证明这个 要证明这个的话呢 我就要证明这个式 你Beta比它强 有这个式的呢 这是可以对的 是吧 这地方有α远含Beta 这地方有个α倒到Beta 就很显然了 很显然 这地方先写它 然后远含减 把任意X去掉 任意减 有个α是包含这两个云含键的Beta 后面的成立 做这个成立 这个式呢 是不对的 这个式是证明这个 就是证明这个 你说我要证明这个的 我同样的不也可以证明这个吗 同样的不也可以证明 要证明这个的话 只要证明 你说我证明这个不是这个也对了吗 这个也对了吗 这个式已经是对了 是吧 刚才我们证明就这个 这地方我们证明了 第四个式里面已经证明了这个式 那有这个式不就有这个式了吗 对不对 有这个式能不能有这个式 存在简啊 存在简啊 有没有啊 千万别有 是吧 千万别有 为什么 由这个式导出这个式用存在简 存在简要求什么呢 X不能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X什么 不能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X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是对的 但X是不是在这里面自由出现啊 你不知道 可难成立 可难成立 所以X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面自由成立 所以存在简呢 差点别得满足 别得满足的话 你就不能用它 别得用它 所以由这个式的话 你实际上是站不出来的 这是这个第三个 第四个最后为例子 这个式好站 这个式好站 如果有这个式的 叫证明这个式的 老办法 要证明这个 证明这个的话呢 这地方是beta 是beta 这任Xbeta 叫证明这个式的 这是我们老办法 有证明这个式的呢 已经成立 这地方有个任Xα 有个beta 任以前有个α有个beta 这地方有个任Xα 有个α 有α有个beta 有α有beta 所以看这些 这个式包含 然后得到一个α有含beta A丢了一个X 任Xα 任Xα 就一个α 任一减 然后有的α有含beta 有这个α 到这个beta 下面就自然了 所以这四个是对的 大家记住这个 记住这两个式 一定记住这两个式 从左边可以提出右边 一边可以提出左边 只要是任一 只要是任一 如果X不会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可以把任一放到后面来 如果X不在后界里面自由出现 可以把它放到前面里面来 前面里面来 但是呢要换一个名称 或者换一个说法 如果后面里面有一个任X X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你可以把任X拉出来 如果X不在这里面自由出现 前面有个存在X 你把存在X拉出来 后面我们还一起来的 跟它对称的那个说法 你们会去自己总结总结 下次我们再说这个 昨夜是 这两次昨夜没放到那个网上 那个网上我上过几次都没上上去 很不通所以没放 就没放上去了 但通的时候我再放上去 昨夜是559月的第十四题条 1245 1245 1245